在兩三個禮拜就是母親節 這次戲職也推派了兩位模範母親 到新北市政府接受表揚 其中一位就是保安裡的林孫家子 年輕的時候丈夫忙著創業 自己不但要帶四個孩子 還得幫忙工廠的事真的很辛苦 而現在孩子們大了很有成就 這位模範媽媽說真的比較放心 現在丈夫辦退休 投入許多地方公益活動 她還是在旁協助 這也讓另外一半林真一很感動 感謝太太這幾十年來的辛勞 打點家裡讓她無後顧之憂在外打拼 這位就是戲職保安裡提名的 模範母親林孫家子 而坐在她一旁的就是她的先生林正義 林正義半退休職後 一直以來參與地方公益 異消異警還有林氏宗慶會理事長 而她成功背後的女人就是今天的主角 從年輕時忙著創業 都是靠太太打點家裡 就連工廠的事也要幫忙 想當年林正義真的很感謝太太 我記得最有記憶的時候結婚之後 我最初是做遊行 我朋友常常說 游戏康律很厲害 你在做遊行的時候 小孩在巴加拼 還有一個軟車腳 加油 這是實際很柔軟車 對啊 我也要做遊行 還要照顧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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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來做遊行 都我 都我照顧小孩 照顧小孩怎麼做 之後做做的之後 只有去吃 現在小孩都漸漸比較大 都不用操房 我就很開心 當時孩子陸續出生 兩男兩女 要帶孩子還得做家事 還要到工廠煮飯給工人吃 現在孩子都長大了 解回生孩子 更能體會媽媽的辛苦 採訪這一天 西子區長徐開宇 還有里長都來給予肯定 大女兒也陪在爸爸媽媽的身邊 講起小時候 想到媽媽辛苦的點點滴滴 很不捨紅了眼眶 因為媽媽真的很辛苦 我們家環境 從以前到現在 不是一直都是這樣 以前我們小時候的時候 爸爸媽媽也是辛苦過了 然後媽媽是 就是真的很辛苦 那夫人先生 你們接下去 接同年 接這個 西子後縣 的十字的主任 還減 民姓中心會的理事長 哇 這個打得很久了 我無聊得不可以試試 事先不太來幫忙 不可以做這個 這個公寓的事情 做完環 兩個白熟 在這裡創作這個企業出來 在我們地方來說 無論林鄭義先生 他對霞團 對國民的社會附準也很多 這大概有目共睹的 林孫家子你是 在我們保安力裡面 他也創作很多霞團 十字名歸 因為恆臺路情 傳統路情的兩個美德都在他身上 一路走來不論是年輕時創業 就算是事業有成也懷著回饋的心投入地方公益 能夠這麼放心的在外面闖 林孫家子為家庭默默付出 先生還有孩子都看得到 所以在這次的模範母親表揚 經過評選 公水提報到市政府接受表揚 林孫家子跟林孫家子路上兩個人 像年輕的時候 手牽手、心連心 做人拼這個巡邀 不只拼巡邀以外 拼兩個女兒、女兒、女兒、女兒 現在還有十年的孫 可以說 僵孫萬動 生活非常發熱、發熱 我就幫他們處理 我就當我們人去夢想 公告復求 有贏得到來這裡 黑高山精采 現在就這樣 最主要是說 顧身體能夠健康、走得去 當然最感謝都也是 愛感謝人不是我們人 我這段時間還要休息 他感覺說也很安慰 小孩、家庭都要平平安 這張是全家福 現在四個孩子 大了都成家立業 還有11個孫子陪伴 兒孫滿堂 這讓模範媽媽放寬心 現在女兒兒子 都希望兩公婆 可以專心降福 她感性的說 已經苦盡甘來 現在閒暇時間 就是打打高爾夫球 或是出國去玩 之前還拿下高爾夫球比賽第一名 小小幸福讓她很開心 而母親節就快到了 家人有什麼話要對媽媽、對太太說的呢 覺得很感謝爸爸媽媽 然後從小到大 大概像我們現在事業上面 各方面就幫著我們 讓我們成長穩定 我覺得就是很謝謝爸爸媽媽 老夫老妻 現在老夫老妻 當然一路走來 還是要感謝太太太對這個家庭的幫忙 現在就屬於半退休方面 我常常也說就是要利用一些時間 去遊山玩水 真的很感性老夫老妻也許不需要什麼甜言蜜語 對媽媽的愛也許也不太說出口 不過關懷的一舉動 也讓這個模範母親感受得到 九成慧玲細紙 再訪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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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